車載空調的AC按鍵你都會用嗎 如果說你用錯了的話 咱們這個車子不但廢油 而且空調還會有異味 特別是這種炎熱的夏天 很多的朋友連空調它都不會開 遇到前檔玻璃突然之間起霧 也不知道該如何快速的出霧 看到空調面板這麼多的按鍵 它就懵了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去用 也不知道開AC是什麼意思 那就比較尷尬 那麼今年十年就分三點 所謂把手的教會你 夏天該怎麼去開空調 更舒適更涼爽 首先第一 夏天開空調在我們上車之前 都建議大家降下所有的車窗 讓全車先捅捅氣 上車之後再打開空調的AC 開AC的意思就是空調的壓縮機工作了 那麼這個時候這個位置吹出來的風 才是冷風 再打開空調的外循環 把風量調的最大 讓車內外的空氣先交換一下 那麼我們車內的空氣才會更新鮮 也不會那麼悶 也沒有異味 然後再打開空調的內循環 記住燈亮是內循環 燈不亮才是外循環 那麼此時我們打開內循環的意思就是 可以阻隔車外的熱空氣進入到車內 然後把這個風量調到你想要的一個位置 那麼這個時候智能效果會一級棒 做到我們儲力的乘客才會感到更舒適 第二 下一天前檔玻璃突然之間起霧 儲物的方法也非常的簡單 我們持續打開空調 打開AC 打開外循環 再打開前檔玻環儲物按鍵 記住這個方形的是後檔玻璃儲物按鍵 這個扇形的才是前檔玻璃儲物按鍵 我們打開它 這樣我們前檔玻璃的霧氣很快就會消散 第三 對有這種炎熱的夏天 明明天氣很好也沒有下雨呀 為什麼咱們這個前檔玻璃還會有霧呢 很多的朋友他都搞不明白 也不知道該怎麼去儲物 其實非常的簡單 我們前檔玻璃起霧的原因就是在你開空調的時候開錯了 來 大家看一下咱們空調的按鍵的這個指示燈 此時冷風是對著我們前檔玻璃吹的 這樣的話就會加劇我們玻璃的內外溫度差 一旦我們車內外的溫度差相差比較大的話 它才會起霧 而且此時我們用手插都插不掉 很多的朋友遇到這種情況就猛了 因為這個霧氣它不在車內 而是在車外 我們只需關閉空調吹前檔玻璃的這個按鍵 再用魚刮刮一下這個前檔玻璃 就能有效地消除物器 如果說我們車窗玻璃起霧的話 我們只需調整靠近車窗玻璃的空調出風口 調整它吹風的一個方向 也能有效地避免車窗玻璃起霧的這種情況 怎麼樣 你學會了嗎 都建議收藏備用 以防不時之需 最後一升